《新唐人環球直擊》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中國經濟持續惡化 大量商店關門 大陸醫生披露 今年肺炎和猝死者比往年多 慘遭養套殺 特斯拉宣布中國全車系大降價 紀念425和平上訪 日本法輪功學員東京遊行 中國經濟持續惡化 無論是民企 國企 還是央企 不時傳出欠薪和裁員的消息 中國老百姓不敢消費 只能勒緊褲帶度日 導致大量的商店倒閉 據中共國家統計局最新資料 今年第一季度 中國註銷和吊銷營運的餐飲企業約46萬家 較去年同期增加232.6% 很多知名的老牌的頭部餐飲企業也紛紛關門歇業 而開業長達29年的上海城市超市 也於近日歇業 事實上 中國多家知名連鎖超市旗下門店紛紛關閉 其中永輝超市今年以來至少有16家門店關閉 化名柯山的徐州市民對新唐人表示 中國經濟狀況很糟 生意很難做 做什麼都虧錢 保定王先生做自化生意已經兩年無人問金 只好舉債度日 廣州陳先生表示 疫情導致生意虧損 加上客戶欠錢跑路 目前欠了不少錢 新唐人記者陳傑雄斌 陳建議員 劍銘採訪報導 中國疫情持續蔓延 近日 兩名大陸北方的醫生披露 今年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的人比往年多 年輕人和中年人猝死得多 還有住院患者家屬透露 醫院交叉感染 很多病人感染後去世 河北中醫師劉磊近日告訴新唐人 一般感冒都看西醫 但很多人治不好 他接診了很多流感患者 從患者口中得知 今年很多患者的親友染疫去世 還是新冠吧 發展到肺炎去世的一個往年 二二年 二三年 也去世的人都要高出好多倍 年輕的人猝死得比較多 50歲到60歲 這個年齡段的人猝死得多 還是跟疫情有關係吧 因為這個病毒它損害心臟查不出來 而且心肺炎也沒有什麼異常 但是它就是會突然出此 就是心臟不跳 內蒙古兒科李梅表示 今年流感患者很多 不少人去世 醫院流感挺多 整個一個冬天一個春天都很多的 很忙的 這個冬天去世的人多不多 確實不少 隔離很久啊 免疫系統沒得到鍛鍊啊 口罩之後人們抵抗力啊 恰恰反復感染 肯定跟這個有關係啊 還跟上學集中在一起的話 互相感染反復有罪 發展上肺炎挺多的 江蘇醫院退休員工王女士披露 醫院交叉感染 很多病人感染後去世 包括她的父親 李梅還提到 醫院有測出新冠病毒的患者 疾控中心要求 測出來的結果都要上報 不過是否對外公布 取決於上面的意思 新潭記者雄斌周天採訪報導 美國眾議院週六 通過了價值950億美元的 對外軍援法案 法案的援助對象 烏克蘭、以色列和臺灣 都對此表達感謝 分析認為 美國此次的援助法案 關乎民主與極權 兩大陣營的對抗意義重大 周六 美國眾議院批准了向烏克蘭、以色列和臺灣提供價值950億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計劃 其中包括約610億美元的對烏援助 260億美元對以色列軍事和加沙的人道援助 以及約81億美元對印太地區的支持 烏克蘭、以色列和臺灣都在第一時間向美國表達了感謝 烏克蘭總統澤列斯基周日還呼籲 縮短政治決策的時間 以讓烏軍儘快獲得實際援助 他強調烏克蘭的防空能力、遠程打擊能力和火炮補擊等都急需增強 北約和歐盟領袖也紛紛對援武法案在眾院的通過表示歡迎 不過 俄羅斯對美國的此輪援武計劃予以了強烈譴責 中共也對美國的對外援助表示反對 分析認為 美國對烏以臺的軍援舉措 支持全球新的邪惡軸心 突顯了全球民主自由和獨裁極權兩大陣營的對峙 拜登政府他一上臺 他就定義為說 這個世界 整個這個世界最重大的政策就是說 民主政權和獨裁極權政權的一種對決 所以那現在烏克蘭 烏克蘭為什麼跟俄羅斯打起來 美國 美歐後面支撐他呢 就是說覺得這是民主自由不能退 不能敗 在這場戰戰中 因為中俄大家都在連在一起 這是兩大陣營的對決 這實際上是牽扯到一個全球和平的問題 烏克蘭這邊是一樣 是歐洲能不能穩定下來 那麼同樣呢 在這個以色列這邊 這是中東能不能實現和平的問題 反過來講 在這個台灣 這實際上是印太乃至於全球 因為中共如果墮大了之後 它其實危害的是整個全球 美國總統拜登已敦促參議院 儘快通過該法案 並送抵他的辦公桌已簽署生效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易靖綜合報導 美國眾議院週六通過的對外援助法案中 還包括一項要求TikTok與母公司剝離的法案 這意味著美國醞釀的針對TikTok的禁令 正在變成現實 在美國眾議院週六通過的 一攬子對外援助法案中 還包括一項針對TikTok的子法案 該法案規定 TikTok必須在270天內 與其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剝離 否則將被禁止在美國使用 眾議長約翰遜將針對TikTok的法案 包含在對烏克蘭 以色列和台灣的 一攬子援助計劃中 目的是希望該法案能夠快速地在參議院通過 上個月 一項單獨針對TikTok的法案 雖然在眾議院通過 但卻在參議院陷入了停滯 由於本次眾議院通過的對外援助計劃 預計將無懸念地在參議院通過 並獲得總統的簽署 這意味著 針對TikTok的法案 也將隨之生效 美國政府和議員懷疑 TikTok受到中共政府的控制 可能淪為中共大外宣的宣傳工具 同時 還有可能將美國用戶的數據 分享給北京 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 接下來 TikTok將面臨一個嚴峻的選擇 要麼脫離母公司字節跳動 要麼退出美國市場 TikTok號稱在全球有超過10億用戶 其中有1.7億在美國 是該社交媒體平台最有價值的市場 新唐電視台記者宇良綜合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組新聞簡訊 日本亞西亞大學中國籍教授 回中國後失聯 中國廣東洪災低樓曾被煙 車被衝走 中原通過對外援助法案 拜登說展現美國全球領導力 知名國防企業警告 歐洲火藥原料過於依賴中國 1999年4月25日 中國萬名法輪功學員的和平上訪 震驚了中國 為紀念這一壯舉 日本法輪功學員周日 在東京舉行了遊行活動 21日下午 來自日本各地的部分法輪功學員 在東京著名的景點前草寺周邊 舉行了遊行活動 走在隊伍最前面的是天國樂團 他們演奏的法輪大法好 神聖的歌等曲目 吸引了眾多行人的目光 隨後的橫幅錦齊方鎮中 法輪大法好 停止迫害法輪功等中日文標語 讓人們瞭解到中共試圖掩蓋的真相 而法輪功祥和緩慢的練功動作 更是成為了鬧事中一道獨特的風景 我今天來這裡是參加25週年的 425和平紀念上訪的請貴 我認為這對整個社會 包括全球來說都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就是首先讓人們瞭解到法輪功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群體 以及開始讓國際社會都開始公開支持自信 關注這件事情 25年前425的和平上訪 它的意義十分的重大 可以說開了一個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上訪的先國 這件事情即便是放到現在 我想令許多知道的人來說都是一件非常震撼的事情 25年來 日本法輪功學員秉承四二五精神 用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著他們的訴求 贏得了日本社會的關注及支持 日本法輪功學員通過此次活動紀念曾經在中國發生的 425和平上訪 也希望讓更多人瞭解法輪功學員 在中國大陸所遭受的不公對待 新唐人電視臺 日本記者站 東京採訪報導 慘遭養套殺 特斯拉宣布 中國全車系大降價 歡迎回來 特斯拉21號宣布 在中國全車系車款全面大降價 公司營運明顯遭遇中國企業高度競爭 公司股價已經下跌四成 彭博前專欄作家史密斯撰文指出 因中國車企競爭 導致特斯拉前景籠罩陰影 揭露中共對於外商的養套殺模式 特斯拉繼日前在美國將Model Y SX系列 在全面降價兩千美元之後 21號宣布旗下中國全車系產品大砍售價 每款車型降價人民幣1.4萬元 指標車款Model 3 約信台幣104萬就可入手 正式向中國車廠比亞迪等業者 展開價格戰攻勢 所以以後電動車的發展可能中國大陸會是一塊 中國大陸電車出口會是一塊 美國自己會是一個市場 那特斯拉其實在全球都還是有些據點 但是其實在中國大陸的部分 它的實戰率是慢慢的被 中國大陸這邊的當地的品牌給吸納過去 數據顯示 特斯拉今年首季交付車輛38.6萬輛 較上季大減20% 也比去年同期減少8.5% 股價今年累計跌幅超過40% 馬斯克更宣布全球裁員一成 彭博前專欄作家史密斯 撰文揭露中國對外商的養套砂模式 指出特斯拉在上海興建超級工廠 雖然幫助特斯拉擺脫破產 但中國透過技術轉移 補貼和對環境破壞的默許 逐漸將特斯拉的技術轉移到 中國本土企業手上 比亞迪與手機製造商小米 更對特斯拉展開激烈競爭 面對中國EV全球大肆傾銷 業界認為將激起歐美各國 強化關稅壁壘策略 而馬斯克原定近日訪問印度 與印度總理莫迪會面 不過由於特斯拉諸多事物 臨時確定延後印度行 外傳特斯拉試圖在印度進行重大投資 還比中國以外市場版圖 新台詞是高雄的首位同 臺灣台北採訪報導 下面再來看到今天的財經100秒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 印度明目國內生產毛額GDP 可能會在2025年超過日本 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 時間點比原先預估提早一年 愛美福並預計到2027年印度將超過德國 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 南韓三星電子19號宣布旗下所有部門高階主管 將實施週休一日休假制度 最快本週開始以因應業績無法達標的挑戰 三星半導體業務去年虧損15兆韓元 特斯拉今年股價陷入困境 又宣布全新降價行動 外界觀察情況若繼續惡化 全球最具價值汽車製造商的寶座 恐怕遭到豐田汽車奪回 这里政府宣布未來六個月 從中國進口的鋼球 即用於製造鋼球的鋼條 將分別面臨33.5%和24.9%的關稅 不僅只是對中國基礎反傾銷措施 也是支持本土鋼廠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紐約盛大遊行集會 紀念425和平上訪25週年 1999年4月25日 萬名法輪功學員赴北京和平上訪 迄今25週年 每年的這個時候 全球各地都舉行活動予以紀念 4月21日 美國紐約的部分法輪功學員数千人 在華人聚集地法拉盛 舉行遊行和集會 來看記者的現場報導 各位觀眾 我現在所在位是在美國最大的 華人社區紐約法拉盛 在這裡數千名法輪功學員 在這裡舉行盛大的遊行和集會 今年1999年4月25日 萬名法輪功學員北京和平大上訪 25週年 法輪大法天貴樂團打頭陣 帶來法輪大法好 法輪聖王 凱旋等曲目 古月悠揚 氣勢恢弘 雄庄優美的旋律 在法拉盛市中心的上空回蕩 彩色法輪高旋 美輪美奐的法輪大法 天公先進花車緊隨其後 天公牌樓上寫著真善忍 穿著古裝的仙女們 在花車上向民眾揮手致意 民眾紛紛駐足 拍照留念 非常好 這是我最初的經驗 視乎這 我認為它很美 但我們一定會享受它 組織得很好 很好很好 真的很好 很好啊 他們很高興 這麼樂樂 我們帶小孩過來看的 你們喜歡嗎 非常好非常好 很能觸發老百姓的意志吧 是法輪大法好 這是自由的嘛 感覺慢隆重的嘛 我們從秘書裡來 看不到這些東西的 很好玩 我娘娘都來看呢 他們不容易 感覺很自豪 就是有我們華人在海外 有我們華人 這麼多華人的遊行 我感覺為華人自豪 1999年4月11號 科癖合作修 在天津教育學院創辦的 青少年科技博覽雜誌上 污衊法輪功 為了澄清事實 4月18號到24號 天津數千名法輪功學員 前往教育學院 及其他相關機構反映實情 張桂英是其中一名法輪功學員 她因為頸椎嚴重損傷 面臨高位結攤 修煉法輪大法以後 三天痊癒 我想這也不對啊 是吧 從我醫學角度上來講 這個解釋不通啊 因為從我身體 我就知道這種身體的變化 還有我好多的病人 當時的時候 他那個癌症啊 像乳腺癌等等之類的 全部都恢復健康了 就是在醫學上 你不可思議嘛 所以我就想把我的 這種訴求 我的親身經歷 我去反映一下 讓他改變一下他的看法 然而 等來他們的事 45名法輪功學員 被天津警察非法抓捕 為了要求釋放 被非法關押的 天津法輪功學員 要求合法的練功環境 合法出版法輪功書籍 兩天後的4月25號 萬名法輪功學員 自發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 國家信訪局 和平上訪 有的學員在後面坐著看書 有的前面的學員 都是站著等著盡力 非常平和 離場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都說 因為那些垃圾 地上的東西 我們都完全都清理到了 所有學員都說 都自覺要求自己 做得更好 給北京人一個好的展現 時任總理朱鎔基 當天接見了訪輪功代表 解決訴求 並釋放被捕的天津學員 上訪和平落幕 被譽為中共篡政以來 中國民間最大規模 最理性平和的上訪 法輪功學員 和平理性的425上訪事件 震撼國際 事後卻被時任 中共黨魁江澤民 扭曲成圍攻中南海 並以此作為 打壓的藉口 迫害持續至今 陳靜宇的姐姐陳靜輝 因為修煉法輪功 前不久被中共非法抓捕 陳靜宇來到425集會現場 要求釋放親人 我今天就在這裡呼籲 無條件地釋放我姐姐陳靜輝 以及所有被非法的 關押的法輪功學員 無罪釋放 讓所有還參與那些 迫害法輪功的人 懸崖勒馬 中共殘酷的迫害 無法打垮修烈人 對法輪大法的正信 25年的迫害 雖然現在還在持續 但是我們對於我們的信仰 對於真善忍的堅持 我們始終沒有放棄 我們始終在堅持 這就是我們的信念 這就是我們的信仰 25年來 法輪功學員堅持講真相 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覺醒 認清中共邪惡本質 迄今已有近4.3億勇士 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 打倒中共惡魔的爭籤 已經衝破420萬 我支持 我認為這個活動辦得非常好 從法輪功組織這個學員身上 我看到一種由內而外的 這種真正的信仰 他們這個面部的表情 非常的寧靜 那麼如果沒有強大的信仰力量 做支撐呢 這種面向是不會表達出來的 我支持這樣的一個 和平的宗教組織 集會上24個中國人現場三退 忽然不知道為什麼 忽然就覺得了 我是不是應該就退的 我希望的是什麼呢 能在中國看到法輪功 像今天在紐約的街頭一樣 在中國遊行 正義雖然有時會遲到 但是呢從來沒有缺席 而且這個天網會會說而不漏 迫害法輪功的人都將得到歷史的審判 我們今天在這聚會實際上也讓更多的中國人了解 法輪功的真相 讓他們能夠站到正義和歷史這邊 給自己一個美好的未來吧 新唐人記者陳曉天 奧里弗 美國紐約報導 光芒四射 昇華靈魂 法國主流盛讚神韻 4月20號下午 神韻星際元藝術團在法國第三大城市 李昂的第六場演出再次爆滿 觀眾盛讚神韻是頂級的演出 光芒四射 讓他們身體輕盈 靈魂昇華 從此想多行善事 讓世界更美好 但卻很精彈的努力 這是很精彈的 因為它是很精彈的 所以是很精彈的 但卻是很精彈的 所以他們兩人都很精彈 為我們最大的喜愛 是非常美麗的 我們是音樂的音樂 我們是音樂的音樂 我們很喜歡很美的演奏 全是完美的演奏 全是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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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感觉,这个是非常棒的感觉 我们是真的把一个宇宙的感觉 是一个非常多的感觉 是一个非常美观的观点 这个变化的感觉和细菌 我们是在同时的同时在同时的细菌 对于是有一个感觉的感觉 像是在眼前的眼睛 这些舞台的感觉 这些感觉,这些的感觉 观众们赞叹 神韵是顶级的演出 光芒四射 让他们身体轻盈 灵魂升华 从此想多行善事 让世界更美好 我们可以在一起 在平均和平均 我们的游戏 我们的游戏 要是随着 我们的游戏 我们需要一种 我们需要一种 我认为 世界的游戏需要更多的 游戏的游戏 这种游戏 新唐人記者仁靜 趙嘉玲 法國李昂採訪報導 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來關注一下 在大紀元網站上 公開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情況 截止到北京時間 2024年4月22日 公開聲明三退的總人數 已經達到4億2922萬1998人 前一天的聲明人數為47285人 以上是今天的環球直擊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